你懷疑有問題 對對對 這兩家都這樣說 你看 那我們這邊回去 我們還是會用我們電腦再先查過 他還沒被 不管他有被列為警示 今天我先幫當事人 先把他緩下來 請他回去問那個老師 是什麼情形 只是他剛剛良久而已 為什麼要出去會 他自己不圖自己會 對啊 他不過你會 你要欠現金嗎 你想也知道 就是我是他投資人 這個老師是不公園什麼公的老師啊 怎麼公公 怎麼公公 做公廟的啊 公廟的啊 公廟的啊 他網路上還蠻多他的資訊的 那網路上現在都可以做你 好像有被什麼採訪 張琪 張琪 開始 本所日前接獲銀行報案 稱一名35歲男子表示要匯款投資 行員察覺 該男子的帳戶為警示帳戶 警方到場後 男子稱在網路上認識 豐原演樂工張其大師命理師 並稱投資酒類買賣定格獲利 警方告知 並未看到實際商品及對方是常見的詐騙手法 離話術 男子諮詢後立即停止匯款35萬元 十分感謝警方及行員的協助 警方提醒民眾 投資應循合法管道 如標榜或高獲利 穩賺不賠等要提高警覺 審慎評估 千萬不要親信人員就貿然轉帳 審慎評估